沒事賣場又爆出食安 事發隔天一早開門 會員進門直接前往退貨櫃台 手裡拿著的商品 正式出包的大蒜綜合香料調味粉 有問題的商品已經流入市面 賣場通知會員退貨 一些已經吃下肚 會不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正式還感受不出來 您最近美國進口的人感覺都 沒有在把門 就是似乎於把關不是沒有在把關 會覺得他們那個品質把關 怎麼會沒有做到那麼的完整 有觀感不好 相機出包先是精選甘若綜合包 再來是大蒜綜合香料調味粉 兩項都是美國進口 巧得是驗出同一種農藥殘留 含有微量懷養已玩 回到美場直擊 高雄兩間分店 兩項商品都已經下架 回顧整起事件 18號上午10點半左右 先是高雄美式賣場爆出 甘若綜合包驗出農藥 緊急下架兩千多包庫存 不過有將近百包已經流入市面 而同天下午台中美式賣場 自己傳出香料調味粉出問題 下架363罐 共231公斤 台北市衛生局也同步到賣場 積茶 同樣也驗出農藥 下架158包 並通知會員退貨 從東美國事件到這次兩項進口食品 相繼驗出有農藥 北中南都出包 油會員很酸 好事多 簡直成了壞事多 TVBS新聞時間紅時刻 傳來個高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